今天終於去到汽浴了 我平時用的護膚品 以及最近試過的茶麵護膚品 首先爽膚水是SK-II的神仙水 其實我用了差不多八年九年左右 不過我不是用完一支馬上開另一支用的 我通常用完一支之後 會讓皮膚休息兩個月 試試其他的產品 然後才會用它 即是交替地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皮膚我覺得用久了 之後已經改善到一個點的時候 它就再用下去 又好像沒什麼效果 但是我一段時間再用它的時候 我覺得皮膚質素又會好一點 所以我就是交替地用的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那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其實已經介紹過它很多次 而且大家都已經對它很熟悉了 另一款我有在用的就是 這個是Ernol Lasso的爽膚水 這個是Trufflesize迷你版 它是比較潤一點的質感 我以前也有拍片 或者在blog上都有推介過它 你看到它是有些絲連著的 是非常潤的 所以有時候 譬如皮膚太乾的時候 我會兩款一起用的 即是先用了神仙水 之後這支神仙水沒有什麼保濕度 我會用來輕輕抹一次面 然後我就會再拍這個照片 加強多一次保濕度 然後就輪到Oasis Medical 這支超濃縮保濕精華 這個除了有高濃度的透明質酸成分 之外也有其他的保濕成分 我之前很多的影片都說過 我去塗一些比較潤的精華之前 是一定會先塗一個保水精華 因為皮膚都是需要一個小分子的保濕產品 保水產品去吸收皮膚 然後才用一些有油份 或者是高油份的東西去包住鎖水 所以我覺得內外都是要格工的 不能單用一支精華 就期望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其實真的不難得 最少都要用兩支精華 這個我都用完一支 它是一個超級強效的保濕保水精華 你看到它的質地 是比起其他的保濕精華 B5 Gel是再稠一點的 但其實它的分子是很小的 當你一推開它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是即時被皮膚吸收了 但它留在皮膚的保濕膜的效果 是會持久過其他普通的保濕精華 而且它的成分是濃縮得來 它是100%天然的 即使你是皮膚很敏感 或者你是做完醫美療程之後 用它也是可以的 這個品牌大家知道是Oasis的美容集團 它是它這個集團 是專門給醫生幫客人做完 例如Laser或High敷 其他療程之後 就是建議用的產品 所以你又不需要擔心 用了會不會令皮膚敏感呢 我覺得當我皮膚很乾洗完臉 在臉上缺水的時候 它感覺是很舒緩 很棒的 即是你會感覺到是圓圓不絕的 水份浸在臉上的臉上 所以我通常用完爽膚水之後 第一步就是會用它 另一款跟Oasis這支差不多 效果質地感覺的精華 我最近有試過Gycel新出The Serum的 全效極致再生精華 它的效果都是保濕 和修復皮膚的DNA 抗皺 它的質地比起剛才那支 稀深一點 但保濕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兩支我都覺得很適合用在爽膚水之後 做一個第一步的補水的精華 至於大分子少少少比較滋潤一點的精華 一向都是用Germarini的一支Booster 是一個科研的醫學品牌 其實我之前有很多的影片 都已經是推介過它的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的 它雖然價錢是貴了少少 但是它的效果是真的很好很顯著的 每一個用過的人都覺得 感覺到是看到它的效果在哪裏 我自己用了它之後 我就一直沒有停過這樣用了 因為它是令到我的皮膚質素狀態 都是改善了很多的 例如我的皮膚是很薄 很容易紅 大家看我以前早幾年的影片都知道了 我一卸妝之後 或者拍化妝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的皮膚質素真的差 很紅 好像很敏感 但是我自從用了它之後 這八九個月間 我是沒有試過一次皮膚敏感 也都是沒有試過這樣爆紅 而且它是令到我的膚色光暈了很多 即是不會一疊二疊 而且它是令到我的膚色提亮了 即是沒有那麼暗 毛孔皺紋也是有顯著改善到的 但是你就不要想著 擦了之後會靈毛孔 靈乾紋 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是它也有察覺到 真的有轉變 是用了短短一個星期 已經看到這個轉變了 但是它裡面也不會有什麼 什麼激素等等的成分 其實它的成分表態是很公開的 即是很安全的 只不過它是有些專利的成分 在裡面 是令到你的皮膚可以有這麼厲害的轉變 所以我一直都是用它 是不離不棄的 還有就是這個 Net Organic Serum 這個堅果油的精華 就是有修復皮膚 滋潤保濕 以及抗皺的效果 你會看到它的質地 就好像一些精華露 其實它是很潤的 但它潤得來 又不會很難吸收的 你塗的時候 其實每次整個臉 這個小小的份量已經夠了 可以足夠塗上頸 兼塗上手 很誇張的 伸展度是很高的 它是用完之後 皮膚充滿光澤 而且滋潤度是高的 又不會覺得它黏 是一點都不黏的 用完之後是不黏手指的 所以我也是很喜歡它的 始終它是一些純天然的成分 它也是用一些比較優質的堅果油去配合做的 那這個塗上去的感覺是 舒服得不得了 你試上手已經摸到 它跟其他的油 或者可能是 跟其他的精華的保濕 滋潤的分別在哪裡 然後就輪到精華油 Facial Treatment Oil 就是用Ned Organic的這支堅果油 它是初榨的堅果油 比較上最優質的 那這個質地呢 其實呢 比起一般的油 已經是稀身很多的了 不會像一般的油 這樣油膩的 你看到它都是很快滴的 它是我用過的所有牌子 最稀身最不黏的 而堅果油有什麼功效呢 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它的抗皺 和它的預防衰老的效果是特別好的 那這個呢 你會看到 塗完之後呢 就算我塗很多分量上面也好 我塗回去 都是不支手指 都是不黏的 就算我同事Edmond 他一向都不能用油的 他在用 你知道他的皮膚是超有問題的 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的 他一用完之後就會爆瘡 他用這個呢 都可以 兼且他早前皮膚敏感之後 用它還修復了他的皮膚 這個呢 平時呢 我會怎樣用的呢 我都用了半支的了 我會用完精華素之後 又是這樣拍上臉 做多一層滋潤保濕的工作 例如假設 真的用了這些普通精華素之後 覺得不夠滋潤 就滴多幾滴 可以印一印 局部印又可以 全面印又可以 印上頸 就可以再加強滋潤度 兼且封住的精華素 可以更加提高鎖水的效果 接著呢 就輪到臉霜了 就由質地輕身一點的 開始講起先了 就是Gemarini這一枝的 Numinate Face Lotion 它就不是普通一枝保濕的臉霜 可以均勻膚色 抗衰老 抗瘦 和改善皮膚質素的一枝 激退黑色素的棉霜 也是一枝全效的棉霜 但它的質地不是很濃 很厚 它是比較輕身一點的質感 如果以我這麼乾的皮膚來說 我會覺得它有一點不夠滋潤 所以我會當它好像精華 塗完之後 我可能會再補多一個滋潤的臉霜 又或者如果你有用到 好像這些精華油的習慣 用了它之後 你再用這枝Face Lotion 你就會覺得是夠滋的 所以其實都很視乎 你用它之前 你是用什麼其他的保濕產品 其實以春夏來說 我用了它很久了 我用完一枝了 以春夏來說 我覺得它單用的保濕程度也是夠的 但現在冬天這麼乾 我就會覺得它是不夠滋潤的意思 但它的激退黑色素 即彈斑的功能 我覺得都很顯著 因為你看到 有版給你看 功效都很顯著 都很不錯 同一個品牌 在外國獲得獎的 Transformation Face Cream 我也是有試過的 它的質地就是這樣的 好像一般普通的臉霜質地 它有很多的混合性態 還有一些表皮生長因子 一些轉發生長因子 就是底層幫你修補皮膚的 醫美療程之後 也是可以用的 那些科研的產品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 強化你皮膚的細胞 令你的皮膚健康一點 是一個好一點的狀態 而且如果你有皮膚暗啞的膚色問題 它也是可以幫你改善到的 它的滋潤程度也是算高的 但它又不是超潤 塗完之後不會亮亮亮的那種 都是看看你用它之前 塗什麼的 例如像我這樣 我通常都會塗兩款精華的 最少 我就會覺得它很夠潤 但現在到了冬天的時候 那我會覺得 如果我不用精華油去加它 會有一點覺得不夠潤的 如果用了精華油再用它 就會夠潤 都是那句 都是視乎你之前會用什麼 又或者那句 如果你的皮膚是沒有那麼乾的話 你應該會是夠用的 因為我是超級乾 而且我是鎖不到水的 本身的皮膚 所以我會塗很多東西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你的皮膚好像我那麼乾 和鎖不到水的話 那同一個牌子 但是不同系列 就還有這個 科研抗衰老潤雜面霜 這個質地是潤很多的 你會看到它是比一般的面霜 都稠身一點的 這個就跟剛才那款面霜 有一點點不同的 它就是專門針對一些 成熟一點的皮膚 和一些乾燥一點的皮膚 它是一個天然荷爾蒙的成分 也有很多抗衰老的成分 可以激活身體內皮膚的激素 讓你的皮膚可以保持青春 即是回復 亂滑 這樣 所以是一個比較 延伸的抗衰老的面霜 我自己就覺得 塗了它之後 皮膚真的飽滿很多 即是會覺得 感覺到年輕一點 是會有些不同的 但你說不到 在哪一方面有些不同 因為它是整體上去提升你的膚質 其實Germarini的產品 我之前也有提過 我用第一支 就是試它這個booster 這個精華 其實這個之後 已經很快地一個星期 看到皮膚有很顯著的改善 但都是說不到在哪裏改善的 因為你是整體每樣都有些 毛孔又少了 紋又少了 膚色均勻了 皮膚飽滿了 有光澤 變輕了 所以其實其他產品 都是同類的效果 之後就輪到這個 都是比較出名的 天然有機護膚牌子的面霜 這個就是Halfi Nicos 有得賣 這個牌子是有一個王牌的產品 這個就是Mosture Balm 好像豬油膏那樣的面霜 就是給一些嚴重乾燥的沙漠 有幾個脫皮的人去用的 但我用過就覺得 有點潤的 這個就是輕盈版本來的 質地就沒有它那款王牌的Balm 那麼潤的 不過都很夠潤的 它都是主要抗皺、抗衰老 除了抗皺、抗衰老之外 其實我都用了差不多半瓶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功效 主要都是保濕滋潤皮膚 不過塗了下去的感覺 又真的都很夠潤 冬天用也是足夠 而且始終又是自然的產品 所以你說如果皮膚很容易敏感 或者可能是大肚子 很喜歡天然有機的產品 都可以考慮它的 它都是沒有添加任何人工的香料 或者是防腐劑的 至於濕疹或者敏感的皮膚 我什麼時候都是推介 Marine Elements的 這支intensive cream 因為都推介了它很多次 即使皮膚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事的時候 我就會拿它出來擦 很快就已經可以降紅、降敏感 改善所有問題 塗身、塗面、塗什麼都可以 我最近都說過 我用了自從Gemarine這個Booster之後 我已經沒有皮膚敏感出現過 所以現在塗面我就少用了它 但我的身體都仍然是很敏感的 如果你記得的話 都知道我經常都 下個身體會出風爛 有這裏行那裏行那裏行那裏 這裏紅那裏 我仍然有用它去塗那些 敏感時有爆出來的問題 最後還有上一個video 剛剛推介過的 來自紐西蘭的天然有機 護膚品牌Antipotes 這個Maneuca Honey的日霜 這個呢 它的滋潤度是很高的 另外我又是啞致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適合日頭用的 其實日霜呢 或者防曬霜那些 我都有用開的 因為冬天呢 我的皮膚又那麼乾 我就這樣塗完精華素 加防曬 上妝 我都是不夠的 我中間都還是要加個日霜 如果不是呢 很快呢 放完妝 半天左右 就開始爆乾紋 毛孔又開始扯大了 所以呢 我的保濕 護膚的程序 我是做得很足的 好 那這個日霜呢 之前我都介紹過 那個質地呢 就是好像一個 我都不懂得形容它 其實它很Milky的 它好像 乳液 但它又很風型 很風厚 你看到有些絲 可以連著連著 那我日頭 塗防曬霜之前 就會先用它打底 那麼多款的臉霜呢 當然不會一次過用完 我就看看皮膚有多乾 或者看看天氣有多乾 然後決定我用什麼臉霜 多數都是用現在這麼乾 就是Germarini的那個抗皺的面霜 即是黃黃色的 那一盒 滋身一點 那個有天然河爾蒙那一款 然後就輪到防曬霜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用高防曬度的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防曬的東西 不會塗到很厚 如果你塗得不夠厚的話 防曬度就會減弱 我覺得就會減半 因為通常會叫你用一個 一毫子的分量 大家都是用不足的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不如用一個高防曬度的 就算減弱了都好 我都起碼有一半防曬度 我的概念就是這樣的 那用的其實都用了很久了 上一次拍秋天護膚品片的時候 已經介紹過 這個是Germarini的防曬霜 SPF415度的 美國製 它是防水的物理性防曬 就是沒有化學的成分 或者是致害 令你敏感的成分 它是會有特別的效果 因為防曬霜保濕的成分 一定有 好像這支 它也會有透明質酸 或者其他植物的保濕成分 但是它是會多了一個 吸油的粒子在裡面 所以就算你塗多了 它也是不會反光 不會阻礙你化妝 不會油膩 或者令妝溶得快 而且它是有一點點顏色的 類似像BB Cream 但它就不會像BB Cream 那麼厚、那麼濃、那麼有妝感 它是輕輕幫你光紋膚色 令你的皮膚有光澤感 它是不反光的 即是碰上去是不油膩的 很清爽、很快吸收的質地 它好像有一個防護網 幫你保護皮膚 去阻擋黑色素 而且它都可以有一個美白的效果 這支防曬霜 我之前都已經提過了 其實你這樣塗了它 都已經覺得自己的膚質好像漂亮了 即是好像化了一些很薄的粉底 但其實它根本上是一點都沒有一個粉底的妝感的效果 即是你薄薄擦一層已經好像化了BB Cream 那樣的效果 好,那另外一款的防曬霜 就是街售的The Day的日霜 即是跟剛才我介紹過的精華 都是同一個系列的 那這個防曬霜呢 其實我覺得比較上質地就輕盈一點的 那換句話說 其實我用的話 我就會覺得有點不夠潤 但是我覺得呢 如果你的皮膚沒有那麼乾的話 用它也是挺不錯的 它的SPF的度數是30 如果你說一般上工用都是足夠的 而且因為它比較輕盈一點 所以就算你說塗多一點 你都不覺得自己是在塗防曬霜的 它是好像羽翼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感覺 塗上面也是挺舒服的 然後就輪到眼霜的產品了 首先就有Antipodes 即是剛才介紹過的 紐西蘭有機品牌的眼霜 這個也是Maluka Honey系列來的 蜜糖味的眼霜 它這個呢 那個滋潤度也是很高的 而且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用了它之後 再去化妝的時候 會感覺到粉底和遮瑕膏 是沒有那麼容易卡住 有些痕出來的 它是比較貼面一點的 所以我都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眼霜 而且價錢又不算太貴的 但是除了滋潤度 還有抗皺的效果之外 我就暫時沒看到它 會不會有什麼其他提亮膚色 或者改善黑眼圈的效果 不過大家都知道眼霜這些 通常都是用來預防皺紋形成 或者是防止它加深滋潤的用途 如果真的減淡黑眼圈的話 其實都很少可怕 塗完眼霜之後 眼圈會沒有了 都要靠你去按摩才可以改善少少 所以我自己選眼霜都是 潤滋潤和預防皺紋的幾點去找的 另外我也有試過這一款 在莎莎都有得賣的眼霜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出名的眼霜牌子 這個質地是Cream狀的 其實我都差不多用了半支 它塗完之後的滋潤感是夠的 而且它塗完之後是啞滋的 不會反光油膩的那種 質地是比起其他的眼霜 算是稠一點 但它就不是很黏的 而且吸收得很快的 塗完之後你會感覺到有些慢慢緊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緊緻效果也做得不錯 但會有點貴 同一個品牌也有眼霜 眼霜就是我用過之中 算是最水暖最保濕的眼霜 如果你說比較起這支的眼霜 我覺得這個緊緻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就會適合中女或上年紀的人用多一點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祝各位新年快樂 Bye Bye